本课程配套图书,请上天猫,瑞达城泰旗舰店选购 通关旧选实战派,尽在瑞达教育 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 特别开心跟大家相聚在我们2022年民宿客观金奖的课堂 那么首先热烈欢迎我们在2022年新加入法考队伍的小伙伴 所以在未来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我将会和大家相伴相随,阴魂不散 我们会度过开心又艰难的一年 此外也要特别问候我们在2021年没能够顺利通过客观题的小伙伴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光当中,大家的这种沮丧和难受其实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感同身受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尽快放下过去的不愉快 我们从今天开始重新开始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那么相信在我们将近一年的努力之下 我们在2022年一定会是一个心想事成的好结果 所以在开始正式讲课之前 还是要针对今年图书的出版时间 包括今年这本新的金奖书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包括它的结构 也包括我们在讲课和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方法 跟大家去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那么大家知道其实民宿法它正处于一个修法的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民宿法修正案已经完成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 所以当时在写书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一直很纠结 就是我究竟什么时候去出书 之后我进行了多方的论证和研判之后 还是决定在按照原先的出版计划来进行图书的出版 那有同学就问了 说老师那现在修法都没完成了 你就把书出了 那会不会影响学习 那我来跟大家讲 首先啊 民宿法它今年并不是一个大修 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讲的 反简分流改革的试点内容 我们知道反简分流改革的试点内容 到2022年1月份就结束了 所以在试点结束了之后 我们必然要把相关的规范在法典当中进行修改 否则就会出现试点规定和法典长期不一致的情况 所以说这次修法的话 它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去提升诉讼的效率 所以从目前这一版修正案来看呢 我们一共动了多少个内容呢 我们一共动了16个内容 一共动了16个条文 而这16个条文其实都是围绕简易程序 小额诉讼 以及电子送达展开的 说白了 它就追求一个字 哪个字 它追求的就是快 它就是为了能够去提高停止的一个效率 所以我们扩张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我们扩张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 我们扩张独认制的适用范围 我们扩张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 此外明确认可了在线诉讼规则的法律效率 所以它主要就是围绕着一小坨所展开的修订 所以这部分 我在2022年目前的金奖书当中 压根就没有写 此外第二坨涉及到修改的呢 就是仲裁法 大家知道仲裁法的话 都已经完成了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的过程 而且名诉法是小修 而仲裁法它是一个大修 我们仲裁当中修改的内容 至少已经超过了50% 所以说我在2022年的金奖书当中 也压根就没有写仲裁法的内容 所以聪明的小可爱 立马就能够明白我的写书模式 就是凡是要修的地方 我压根就不写 这样的好处呢 有两方面 第一 不影响大家的学习时间 这样的话 你就完全不会受到立法进程的影响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的计划的话 那应该在明年二三月份开会的时候 那么民诉法和仲裁法的修正案草案会通过 但这一切都是不定数的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的去等的话 那可能就会受到修法当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所以这样的话 咱们在最正确的时间开始最棒的学习 这是我的第一方面的打算 而第二方面的打算就是 凡是修的内容是不是现在都没写啊 等到修正案草案一旦通过之后 我就会专门迅速的出版一个针对增补的一个小册子 所以我们在增补讲义当中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一网打进 这样大家就能够更加有真正的知道 哪些是修改的内容 哪些是增加的内容 而这些内容往往是我们当年必考的考点 所以这样呢 一方面不会影响大家学习的时间 第二方面呢 能够把修改和新增的内容通过增补讲义一网打进 这就是我所说的一十二鸟 我们在最正确的时间开始学习 所以说这本金奖书哈 它绝对不会影响大家学习 所以也不会受到修法当中的一些影响 大家就正常使用即可 我们等到明年修正案草案一旦通过之后呢 我就会迅速的出版专门的增补的小册子 并且迅速的录好视频 这样大家再结合增补讲义 去做一个全面的覆盖 那么民宿仍然是那个非常可爱的小可爱 好 所以这块的话 大家注意就可以了 然后此外跟大家讲一下整个今年图书当中的一些修改 包括它的一个结构 好 我们在这个图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目前为止呢 纳入了所有啊 与民宿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也包括能够与实体法结合的地方 包括各种各样的指导心案例 包括我们在2021年客观题当中一些真题的一些回忆版 所以呢 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的一个图书的结构和今年新增加的几个单元 我们不妨请各位把书翻到第一页 我们可以翻到第一页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页当中 它整个的一个结构 我们来看其实每一讲哈 第一个板块都叫做思维导图 我在思维导图当中呢 用框架图的方式 帮助大家把每一讲的体系结构搭建起来 因为大家知道程序法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看起来可能比较繁琐 所以咱们通过思维导图来做一框架的搭建 这样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就能够更加的有规则性 此外第二图呢 叫做考点提示 那么在考点提示当中啊 我们都是通过表格的方式 把这些最核心的知识点做了一个整理 这样在你开始学习之前呢 就能够知道哪些点是可能考的 哪些点是最重要的 这样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之后我在今年还增加了第三个板块 叫做学习方法提示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学习方法的话 对于学好一门课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在每一讲当中 针对这一讲的特点 专门增加了学习方法提示的这个板块 所以大家在开始学习之前呢 先了解这个板块 学习当中注意的一些技巧 那么在学的过程当中 可能相对效率是更高的 然后此外呢 我们还增加了哪些环节呢 大家可以来看第二页 在第二页的中间啊 绿色的部分叫做原理提炼 所以说大家知道 我们这几年民宿在考察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非常大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呢 就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 第二个趋势就是法律规范和制度原理相结合 也就是说 我可能不仅仅考法条当中的规定 我们还会侧证考察制度背后的原理 所以说在相关知识点向下 凡是涉及到基本原理的 我不仅会在课上给大家讲的非常清楚 而且也通过原理提炼这个板块来做一个提炼 这样的话大家在后面应付主关题的过程当中 就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好 然后此外呢 大家看第三页 第三页中间有个板块叫做移口诀 什么叫移口诀呢 就是我呢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背诵的口诀 这样能够帮助大家去提升记忆的效率 此外来看第三页的右上角有个二维码吧 那么二维码这块呢 还是采用了往年的模式 我对一些重要的知识点呢 专门给大家录的音频 所以大家只要拿出APP扫一扫 就能够听到相关知识点当中的音频了 所以这些二维码呢 它后面全部都是配有我真人录音版的这个音频的 然后此外来看第五页 第五页的另外一个板块叫做串奖小课堂 大家知道我讲课的习惯就是在每一讲结束的时候 会带着大家去做这一讲的小串奖 所以呢 有同学就说说老师往年串奖都是这个语音版的 我们也想在你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文字版 所以呢 我今年就增加了串奖小课堂的这个文字版的内容 然后此外呢 第五页最下方叫做课后练一练 那么在每一章结束的时候 都帮大家配了一些模拟题 这样能够帮助大家去做一个融会贯通 所以说整个今年的这个图书结构就是这样的 此外在每一讲的过程当中 都会穿插各种各样的历年真题 另外我今年专门做了一个附录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附录 我们附录呢 在226页 在226页的附录当中呢 我帮大家做了一个重要知识点的一个快速缩影 也就是说在你完成了学习之后 如果你平时想到哪个点很重要 你可能一时翻不到 那么你就可以回到附录当中的缩影当中 去找到那个知识点 然后后面就会找到它的页码 你一下就能够翻回去 这样大家后期回顾和复习的时候 可能就更加有针对性了 所以整个的图书结构和今年的一些特色性的修改 就是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讲课的方法 那么首先我要再次强调 我们其实民宿在这几年考察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客观题还是主观题 我们采用的都是两大核心趋势 第一就是民伤势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的考法 以至于说我们在考察民宿和仲裁相关知识点的过程当中 会结合民法典公司法破产法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以及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职 以及九名纪要来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今年讲课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密切的围绕实体和程序相结合 我不仅会跟大家讲民宿的相关规则 还会帮助大家去打通 所有可能与实体法相结合的地方 因为大家知道你可以跟这个 21年或者之前参加考试的小伙伴去聊天 他就会告诉你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了 我搞几个技巧 我背两个口诀 我上去就能够拿下民宿法 它并非如此 其实民宿现在客观考的不一定比主观简单 也就是说相反 我们觉得主观可能没有那么难 但客观民宿考的是非常活的 它活的原因就在于 首先它是要结合实体法来进行考察的 所以也顺带提示各位 大家在学习民伤式实体法的过程当中 如果涉及到与程序有关的内容 大家也是要给予一个着重的关注的 此外呢 第二个趋势呢 就是法律规范和制度原理相结合 什么叫做法律规范和制度原理相结合呢 就是我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我不仅会考法律规范 我还会考察制度背后的原理 所以我对大家的要求非常简单 我对大家课上唯一的要求 就是在课上完成100%的理解和7-80%左右的记忆 然后在课程之后 当天的晚上抓紧去给我做一个茶楼补缺 所以说如果你按照上课的时候 先理解后记忆 然后当天晚上再去茶楼补缺 那么其实就能够非常轻松的拿下因素法 所以在整个讲课的过程当中 凡是涉及到核心性的制度 我都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样规定 它是什么样的运行原理 它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家提升你的理解和记忆的方法 而第二方面呢 也能够让大家在考场上破题的时候 速度和效率更高 所以说一定是要特别注意制度原理的 而且其实我们在主观阶段 我们有的题目当中 它可能就是没有直接的法律规范 它考察的就是制度背后的一些原理 所以再次提示各位小可爱 这两大趋势 民商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 法律规范和制度原理相结合 大家特别注意这两大趋势就可以了 此外来跟大家说一下我整个的讲课方法 那么首先我在每一讲开始讲课之前呢 会先帮大家去搭建一个思维导图的结构 所以我就会按照这个结构去讲 然后讲完之后 我会再带着大家回到这个结构 所以说相信在经讲课程完成之后 整个民宿的知识体系脉络 大家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晰 此外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采用的是每一讲结束的时候 会带大家去做这一讲的小串讲 所以在我串讲的时候 就请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去走 在课上就能够完成百分之七八十的记忆 然后在整本书讲完之后呢 我还会带着大家去做一个大串讲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小串讲和大串讲相结合的模式 此外第二个特点就是主客观一体化 大家要明白 虽然我们先考客观题 之后呢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再去考主观题 但其实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所以其实我从前年甚至大前年开始 我一直采用的就是主客观一体化的模式 也就是说我在客观题讲课的过程当中 我就已经基本帮助大家达到了主观题的难度 这样到了主观阶段 你再去做知识点突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 所以说啊 大家可能会觉得 老师 你为什么讲的比别人要难一些 我要讲的比别人难一些 那不是说我故意好 把一个简单的问题给大家讲难 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这样考的 所以客观不一定比主观简单 主观也不必然比客观难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讲课的过程当中 就是主客观一体化的模式 此外呢 我们除了讲规范 我们还会讲原理 所以说我们除了讲程序法的规则 我们还会讲实体法的规则 所以大家在课上100%的理解 然后在串讲的过程当中 完成70%80%的记忆 然后晚上再去做个茶楼补缺 那么在课程结束之后 整个民宿大家基本就已经完成了最核心的公结阶段 此外需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其实民宿这门课呢 在我们法考八门课当中呢 属于相对比较友好的科目 可能最友好的呢 是番节讲的三国 而过来呢 就是我可爱的民宿了 不是可爱的我是可爱的民宿 所以说民宿仍然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科目 在课管体当中呢 分数呢 跟这个大科目基本上是持平的 在主管体阶段呢 也有20多分 所以说这属于大家一个必得分的科目 好 所以说呢 针对一些学习方法和讲课的方法 就简单的跟大家说这么多 那咱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课程的内容 好 那么请大家呢 把书先翻到目录之前的第一页 在目录之前的第一页呢 我帮大家搭建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知识体系概览的结构图 那么在结构图当中呢 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其实一共是七大块 这七大块分别是总论 证据证明论 诉讼程序 涉外程序 非送程序 执行程序 和民伤士仲裁 但其中第四块 涉外诉讼 现在涉外诉讼 基本都是放在哪考的 涉外诉讼 它基本都是放在三国法当中考的 所以其实民诉和仲裁当中 一共就是几个部分呢 同志们 它其实一共就是六个部分 这六个部分就是总论 证据证明论 诉讼程序 非送程序 执行程序 和民伤士仲裁程序 它一共就是这么六块 所以我们在整个讲课的过程中 就会按照这六大块的结构去展开 大家先做到心中有数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请大家把书翻到目录之后 正文的第一页 好 我们就正式开启我们2022年民宿客观金奖的课程 那么首先第一奖呢 涉及到的是民事诉讼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那么大家会发现 我们今年把书啊 在彩色密刷的时候 从原先的蓝色都变成什么了 都变成绿色了 好 这个变成绿色啊 表面上解释的理由就是说绿色更护眼 但其实大家知道好 这个越达的男老师 都是把绿色分为自己的幸运色的 因为他们呀 时常不在家 绿色常伴随 所以他们今年就要求把书啊 从这个蓝色变成了绿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奖 其实这一奖呢 对各位而言呢 是一个基础理论的知识 所以这部分最重要的考点 就是能够理解各种纠纷解决机制 它的特点 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 大家只要能够掌握这个原理性的知识点 那么这一奖基本上就拿下了全部的内容 所以咱们来看第一页的第一个问题 涉及到民事诉讼的初认识 我们这门课叫民事诉讼 那很多人就会问了 说老师民事诉讼 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大家知道 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是难免会发生民事纠纷的 所以一旦发生民事纠纷之后 我们可以解决纠纷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而其中作为功利救急 它就是谁 它就是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 就是我请求国家运用审判权这种公权力 来解决我的民事纠纷 所以它其实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种功利的一种救急的机制 好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好 你比如说 好 说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宋老师 他因为吃药 所以长出了乌黑茂密的秀发 但他跟我这个头发比起来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刘老师呢 也就是我们的刘凤科大帝 他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 刘老师觉得吃药对身体不好 他不想吃药 他听别人说啊 有一种头发种植仪 可以在家自己种头发 那么老刘呢 他未雨绸缪 他想自己离秃不远了 所以此时刘某呢 就跟熊哥借了十万块钱 去购买一个头发的种植仪 那么如果老刘借了钱之后 他到期不还的话 那么此时熊哥就可以去起诉老刘还钱 来看一旦熊哥起诉老刘还钱 这个时候就开启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就开启了一个民事诉讼 而在整个诉讼进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想想会有几方主体啊 首先我们一旦诉诸法院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要请求法院 运用审判权这种公权力 来进行公立救急 所以此时的纠纷解决主体是谁呢 此时的纠纷解决主体 它就是法院 而此时对抗的双方当事人 就是原告杨雄和被告刘凤科 所以此时他们原告和被告之间 就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会告诉大家 其实民事诉讼它最典型的结构 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两造对抗的结构 大家不妨来看一下第二页最上方的这个图 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民事诉讼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两造对抗 在其中最顶点的时候 是作为居中裁判的纠纷解决主体是谁 它是法院 而在左下方和右下方的两个点 它分别是平等对抗的双方当事人 我们叫做两造对抗 分别是原告和被告 所以在整个诉讼运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 此外不要忘了 除了在诉讼中有当事人之外 我们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诉讼参与人 你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证人 我们可能需要鉴定人 所以说除了原告和被告这种当事人之外 还可能有证人鉴定人 这些其他诉讼参与人 所以咱们带着这个例子 再来看看第一页最下方的概念 它说所谓民事诉讼 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为了解决民事纠纷 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而进行的全部的诉讼活动 以及在此过程当中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的总和 所以说其实从初学的角度来讲 大家压根就不需要被概念 你只要能够理解 民事诉讼 它就是一种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 它整个的结构 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两造对抗 法院作为审判权的主体 它居中裁判 平等的对待双方当事人 而原被告双方作为纠纷的主体 他们两造对抗 平等PK 所以这就叫做民事诉讼 所以在诉讼当中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行为 它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 所以这个等腰三角形的结构 可能理解起来是最容易的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第二页上方的第一 涉及到民事诉讼行为 我们来看什么样的行为是诉讼行为呢 你要想构成诉讼行为 它的特点在于 一方是法院 而另一方是当事人 或其他诉讼参与人 你比如说原告起诉之后 法院立案了 那就要把起诉状的副本 发送给被告 所以法院把起诉状副本 发送给被告的行为 这个行为发生在谁跟谁之间呢 发生在法院和被告这个当事人之间 所以它属不属于诉讼行为 它当然是属于的 你再比如说 我这个案件需要证人 那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那么此时这个行为发生在法院和证人 这个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诉讼行为 那我请问 如果说现在杨雄 他起诉了刘芬克之后 杨雄自知自己不懂民宿法 所以他决定要请一个律师 那杨雄就到律所去找了个律师 跟律所签订了一个委托代理的法律服务合同 那么请问杨雄聘请律师的这个行为 他会不会构成诉讼行为呢 宝贝们 现在杨袍子去律所请了律师 这个行为他会不会构成诉讼行为呢 他是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行为 他发生在雄哥和他的代理律师之间 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法律服关系 是一个委托代理的关系 他有没有跟法院发生关系 他没有和法院发生关系 所以此时他会不会构成诉讼行为 他当然是不会的 那我再问 我们知道何一婷呢 他是要对案件进行评议的 那我就请问 何一婷评议案件的行为 他会不会构成诉讼行为 他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在何一婷评议的过程当中 他是不公开的 所以他会不会有当事人的参与啊 他不会 由此就会发现 我要想构成诉讼行为 必然一方主体是法院 而另一方主体呢 是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 如果是法院的一些内部的行为 他因为没有和当事人发生关系 那他会不会构成诉讼行为 他当然是不会的啊 所以这块你就给我记住 这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你要想构成诉讼行为 那么行为的一方主体 必然是法院 而另一方是当事人 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啊 这块主意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绿色部分的原理提炼 我们在原理提炼当中 再次跟大家强调了 我们在整个民事诉讼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个等要三角形的结构 法院作为纠纷解决主体 被动中立的居中裁判 而原被告双方当事人 平等对抗相互PK 在此过程当中 来解决整个的民事纠纷 所以这是一个原理性的问题 不需要大家去背 好不需要大家去背 只要能够理解 就没有障碍了 那么接下来看第三 叫做民事司法程序的类型概览 我们知道 其实民事司法程序 它当然都是属于公立救济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司法程序当中 咱们其实一共 是可以把它分为三坨的 这三坨分别是诉讼程序 非送程序和执行程序 那么这些程序 我们在后面都会专门跟大家去讲 所以先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各种程序它的功能和特点 大家只要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诉讼程序 我们知道诉讼程序最核心的功能 就是为了干嘛呢 它的功能就是为了解决纠纷 所以在诉讼程序当中呢 又分为一审程序 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 所谓一审程序呢 它就是对纠纷的第一次解决 好 今天我去取诉了 这是我的第一次解决 所以一审程序的核心功能 它就是解决纠纷 但是在一审程序当中 我们又分为两种轨道 一种轨道叫做普通程序 也就是比较复杂的案件 我用的是普通程序 而第二个轨道叫做简易程序 如果我的案情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从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讲 一个简单的案件 就不应当占据太多的司法资源 所以如果是个简单案件的话 它用什么程序就可以了 它用简易程序就可以了 所以在一审程序当中 我们就分为最完整的普通程序 和追求效率价值的简易程序 而第二叫做二审程序 二审程序它是一种通常性的救急 它救急的是没有生效的一审裁判 所以二审程序的功能 是为了监督和纠错 它监督的是谁 它监督的是一审裁判 它纠的是谁的错 它纠的是一审裁判当中的错误 但如果在裁判已经生效 我们知道一旦裁判生效 那我们国家原则上两审中审 那二审法院它做出的 就是一个终局的裁判了 所以一旦案件画上句号 按理说它就尘埃落定了 但如果在裁判生效之后 存在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当审是可以去申请启动 再审程序的 所以再审程序呢 它属于一种特殊的事后救急 它的功能也是为了纠错 但它只能纠正比较严重的错误 它只能发生在什么时候 它只能发生在裁判文书生效之后 所以说整个诉讼程序当中 就包括了一审程序 作为通常救急的二审程序 作为特殊救急的再审程序 而在一审程序当中 又分为最完整的普通程序 和追求效率价值的简易程序 我们在后面讲诉讼程序的过程中 就会按照这个结构展开 但大家至少要明白 我诉讼程序最核心的职能 就是为了干嘛 我就是为了解决纠纷 那么来看第二坨 第二坨叫做飞送程序 很多初学的同学不理解 什么叫飞送 我们在飞送当中分为三大块 分别是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和公式催告 一看这三个恶心的概念 就很想吐 因为看完之后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块 你现在压根就不需要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因为后面 我自然有办法让你知道 但你现在至少明白 飞送程序的特点在于什么 在于它的功能根本就不是为了解决纠纷 它的功能只是为了确认某种事实状态 也就是说在飞送程序中 它压根就没有争议 你比如说在民法当中老师会讲 我可以申请宣告公民失踪或死亡 如果要申请宣告公民失踪或死亡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飞送案件 此时有没有争议 没有争议 我只是为了确认它已经失踪 或者它已经死亡的这么一个事实的状态 你再比如说 我们可以申请认定公民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这也是规定在特别程序 这种飞送程序中的 所以此时它根本就不是为了解决纠纷 它只是为了确认某种事实状态 或者法律关系 它存在还是不存在 所以飞送程序它的运行原理 和诉讼程序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诉讼程序的功能是为了解决纠纷 而飞送程序的功能 它不解决纠纷 它没有争议 它只是为了确认某种事实状态 或者法律关系是否存在 再看第三坨 那就进入到执行程序了 我们知道执行程序的功能 它当然不是为了解决纠纷 它的目的 它只是为了实现权利 也就是说 今天我拿到了生肖的裁判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对方不自觉旅行的话 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 所以执行程序的功能 它并不是为了解决纠纷 它只是为了能够实现权利 所以这块 我只是想让大家理解这个原理 我们来看原理提炼 我们知道诉讼程序 飞送程序 执行程序 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诉讼程序的功能 是为了解决纠纷 飞送程序当中没有争议 没有纠纷 它只是为了确认某种事实状态 或者法律关系 而执行程序的功能 它只是为了实现权利 所以当程序的功能不同的时候 它的运行原理和制度设计 也是完全不同的 说白了 它们是三条完全不同的轨道 诉讼有自己的轨道 飞送有自己的轨道 执行也要有自己的轨道 所以我们在讲这三图的时候 就会分别结合不同的原理展开讲解 所以你要明白 不要用诉讼的规则推执行 也不要用执行的规则去推诉讼 不要用诉讼的规则推飞送 也不要用飞送的规则去推诉讼 因为它们是各走各的路 它们是自己有自己独立的运行轨道的 所以这块也不用背 只是给大家一个感性的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请大家重点来看第二页下方的第二 涉及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这是我们这一讲当中最核心的一个考点 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这可能是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之间最大的区别 大家知道如果今天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 那么除了少数的自诉案件之外 我们采用的都是国家追诉主义为原则的 后面可爱的杨袍子熊哥就会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国家追诉 也就是说此时发生的刑事案件 除了少数的自诉案件之外 究竟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解决 受害人有没有选择权 你没有选择权 因为刑事犯罪 它是有社会危害性的 所以它最终都要走上公诉的这条路去 而民事案件就不一样了 我们一旦发生的民事纠纷 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呢 当事人是有选择的空间的 你比如说我们两个可能自行和解 没问题 或者我们找人名调解 或者我们去申请民伤事仲裁 或者我直接向法院去起诉 所以因为民事纠纷 它是一丝自制的 所以它是具有可处分性的 因此在发生民事纠纷之后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民事纠纷 当事人往往是有选择权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好 说今天这个凤科老师 他在电梯里面吃糖糊度 那吃糖糊的过程当中 他不小心就扎到了前面同学的肩膀 扎了一个小洞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同学回头一看 哎呦是刘凤科 他觉得被老刘扎了一下 扎家更健康 觉得还挺开心的 说扎就扎的刘老师 我不跟你计较 那么这个时候意味着 他们两个之间就干嘛了 就和解了 那纠纷是不是就解决完毕了 但是我这同学觉得 你老刘长得错样 你凭什么扎我 他很不爽 于是呢 他看感觉我是个好人 他说杭老师 那你能不能给我俩做个调解啊 我是个什么东西 我只是个普通的自然人 所以其实我做的是一个普通的私人调解 那我做私人调解是没问题的 如果此时老刘和这位同学都看得上我 愿意给我面子 那在我调解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达成了调解协议 并且履行完毕 那此时纠纷 是不是也就解决完毕了 但如果说这同学 他觉得他也不愿意调解 他就是想去起诉刘凤科 那么此时他就可以以人身侵权为由 将刘老师诉到法院 那么最终他们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是谁 就是民事诉讼 所以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当我们发生民事纠纷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纠纷解决机制 所以咱们就来看一看 各种纠纷解决机制有哪些特点 咱们先看第一种叫做民事诉讼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民事诉讼啊 是一种典型的功利救急 所以在所有纠纷解决机制当中啊 它的法律效力是最生猛的 所以首先它是不告不理的 如果原告没有起诉 法院能不能主动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啊 那是不能的 所以这是和刑事诉讼之间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因为刑事诉讼啊 它不受受害人意志的转移 它采用的是国家追诉主义原则 而我们民事诉讼呢 是不告不理的 如果原告没有起诉 法院是绝对不能够主动的去启动民事诉讼程序的 此外诉讼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 法院做出的生肖裁判是有什么利的 是有执行力的 也就是说在裁判生肖之后 如果对方不能够自觉履行的话 我是可以拿着生肖的裁判 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 所以它是会受到执行力保障的 而且在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当中 诉讼程序是最严格最规范的 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是更广的 它不仅可以解决财产权益争议 还可以解决人身和身份关系纠纷 所以说民事诉讼它的适用范围是最广的 像咱们日常生活中啊 什么民间借贷呢 离婚呢 人身侵权呢 劳动争议呀等等 我们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手段来解决 所以它既可以解决财产权益争议 也可以解决人身和身份关系纠纷 好那么接着来看第二种 第二种叫做民伤式仲裁 我们后面等到仲裁法修订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在增补讲义当中 专门跟大家去讲民伤式仲裁 所以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民伤式仲裁呢 它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救济 因为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伤式仲裁机构 它只不过是民间性的一种自治组织 我们会看到什么北京仲裁委 上海仲裁委 广州仲裁委 深圳仲裁委 他们都只不过是民间性的自治机构 所以说民伤式仲裁 它属于典型的社会救济 那么仲裁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八个字叫做入口自治 出口强制 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入口自治 出口强制 所谓入口自治是指 我们要想启动民伤式仲裁 是必须要达成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的 如果咱们两个之间没有仲裁协议的话 咱们能不能启动民伤式仲裁 那当然是不能的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观察 你比如说 有的时候如果你买个理财产品 或者你买车 或者买房 那可能在合同当中就会有这么一个条款 说双方如果因为合同的旅行发生了争议 协商 协商不成的 提交某某仲裁委员会解决 这个条款就叫做什么 这个条款它就叫做仲裁协议 只有当你们达成了仲裁协议之后 才能够去申请仲裁 所以这叫做入口自制 而且究竟选哪个仲裁委 由谁做仲裁员 这完全是双方当事人自个说了算的 因为大家知道咱们全国各地的仲裁机构 他们相互之间是完全独立的 你想选谁就选谁 我想翻北仲的牌子 我想翻冒仲的牌子 我想翻上海仲裁委的牌子 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所以在入口方面它是高度自制的 但是出口强制 什么叫出口强制 首先仲裁它是一财中局的 所以它不会像诉讼那样 打完一审打二审 打完二审打再审 仲裁它是一锤定音 一财中局的 并且仲裁裁决它也是有什么力的 它也是有执行力的 也就是说除了法院做出的生肖裁判 有执行力之外 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也是有什么力的 它也是有执行力的 所以这叫做入口自制 出口强制 但请注意 仲裁与诉讼两条路是相互排斥的 我们叫做获财获审 什么叫获财获审 我一旦选了诉讼 就不能再去申请仲裁 我一旦选了仲裁 就不能再向法院起诉 也就是说在诉讼和仲裁这两条路上 我永远只能走几条 我只能走一条 这叫做获财获审相互排斥 我们为什么获财获审相互排斥 那你想想 法院的裁判有执行力 仲裁裁决也有执行力 如果两条路都能走 那就会导致重复救急 会形成两个执行根据 而且可能出现矛盾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在诉讼和仲裁这两条路上 获财获审 二者就只能够择其一了 此外仲裁还有个缺点 仲裁的缺点就是它的适用范围比较小 它只能解决什么呢 它只能解决财产权益争议 也就是说人身或身份关系纠纷 你可以诉讼 但你并不能去申请仲裁 什么婚姻啊 收养呢 赡养呢 抚养抚育 这种人身和身份关系纠纷 你可以诉讼 但你玩不了仲裁 因为仲裁它毕竟只是一种社会性的旧职 它是一个民间性的自治组织 而人身或身份关系纠纷呢 它往往是涉及公须良俗的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民间性自治性的组织 它干不了这么重要的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诉讼的适用范围是大于仲裁的 因为仲裁它只能解决财产权益争议 而人身或身份关系纠纷 是可以去干嘛的 是可以去进行诉讼的 所以这块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就可以了 我们等到仲裁法修正案草案通过之后呢 我们会在明年的增补讲义当中 跟大家专门去讲民商事仲裁相关的知识点 因为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我们每年客观题是必考仲裁的 而主观题当中仲裁考的比较少 我们目前为止只有在2018年当中 考过民商事仲裁 就主观题当中 只有18年主观题考过民商事仲裁 但是客观题当中 每年仲裁会有两到三道题 好 所以大家至少先给我记住 入口自治 出口强制 这八个字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着来看第三页上方的第三 涉及到劳动仲裁 那么请各位注意 劳动仲裁你们是在哪学的呢 劳动仲裁 我们是在刘安琪老师 刘豆豆同学的经济法当中 他会跟大家去讲 我们知道劳动仲裁 和民商事仲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块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劳动仲裁 是不需要达成仲裁协议的 这跟民商事仲裁完全不同 我们刚讲过 如果是民商事仲裁 那他必须是要达成仲裁协议的 而为什么劳动仲裁 是不需要仲裁协议的 因为劳动者和利用人单位之间 他往往实质上是不对等的 所以如果你要求有协议 才能启动仲裁 那可能劳动仲裁压根就动不了 因为他们很难达成协议 所以说在劳动仲裁中 他根本就不需要仲裁协议 我们直接就可以申请 第二他的特点在于 劳动仲裁是提起劳动诉讼的 潜质程序 我们叫做先仲裁才能够后诉讼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经过劳动仲裁 我能不能直接提起劳动诉讼 他是不能的 所以这一块 是不是就又跟民商事仲裁不一样了 我们刚讲过民商事仲裁 是或财或审相互排斥的 两条路总能走一条 而在劳动纠纷当中 我们必须是先仲裁才能够后诉讼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规则当中 要求先仲裁后诉讼呢 因为大家知道原先 在最初的时候 劳动纠纷是靠谁解决的 他靠的就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 然后之后慢慢的法院才开始介入 所以说在劳动纠纷当中 谁是劳手啊 劳动仲裁委是劳手 谁是新手 法院是新手 所以咱们让劳手在先 劳手先上 如果劳手解决完之后 还是不能够这个平息争议的 那么此时法院这个新手 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提供的是一种典型的诉讼的功利救急 所以我们在劳动纠纷中 采用的就是先仲裁 才能够后诉讼的模式 所以这块再次强调 民商事仲裁和劳动仲裁 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第一民商事仲裁是要求先达成仲裁协议 没有仲裁协议就不能够启动民商事仲裁 而劳动仲裁当中需不需要仲裁协议呢 是不需要仲裁协议的 第二民事诉讼与民商事仲裁 是或财或审相互排斥的 二者只能择其一 而在劳动纠纷中 必须要先仲裁才能够后诉讼 他们是前后相继的关系 大家只要记住这两个区别 那么这块就没有其他的考点了 然后接着来看第三页上方的第四 涉及到人民调解 我们知道各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它就是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 所以人民调解呢 它也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一种社会究极 所以人民调解协议本身 它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合同 所以人民调解协议本身 它就是个合同 它会不会有执行力 那是绝对不会有的 好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之后 对方不履行 我是可以起诉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对方不履行人民调解协议 我想起诉 那请问此时诉讼的对象是谁 诉讼的对象是原纠纷呢 还是调解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那么我想告诉各位的就是 如果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之后 对方不履行 那么此时你起诉的对象 只能是调解协议本身 而并不能够直接指向原纠纷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说我这只爪子是原纠纷 那么在你进行调解的过程中 是不是就达成了调解协议 一旦达成了调解协议 原纠纷就被谁覆盖了 它就被人民调解协议所覆盖了 所以如果此时对方不履行调解协议 你诉讼的对象只能是协议本身 而能不能直接指向原纠纷 它不能因为原纠纷已经被谁所覆盖了 已经被人民调解协议所覆盖了 但此时还有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之后 我们两个都没有争议 但我们两个不放心 为什么不放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民调解协议本身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合同 它是没有执行力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国家就给他提供了一种嫁接型的制度 这种嫁接型的制度呢 就叫做司法确认 我们在后面的飞送程序中 还会再跟大家提到司法确认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双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之后啊 可以共同向法院申请的 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法院审查之后 如果认为协议自愿以合法 就会出具一个司法确认的裁定书 那么这个裁定书是有什么利益的 是有执行利益的 所以此时如果对方不履行人民调解协议的话 我就可以拿着谁去申请执行了 就可以拿着这个司法确认的裁定书 去申请强制执行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好 说今天呀 这个杨雄呢 向我们帅气的钟老师呢 借了十万块钱 好 那么约定了一个月之后还钱 而且钟老师非常爽快 当时说的是不要什么的 是不要利息的 他只要还十万块钱本金就可以了 然而一个月过去之后 熊哥仍然不还钱 那么这个时候毕竟钟老师 把熊哥当兄弟看 他肯定不好去起诉 所以他们呢 就找到了人民调解组织 来做一个人民调解 那么在调解的过程中 钟老师就跟熊哥约定 只要熊哥能够在十天之内还钱 那么钟老师呢 就给他打个七折 他还多少万就可以了 还七万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作为附带的条件 那么熊哥呢 要送给钟老师一份 他手抄的行诉法 法典的法条 所以他们就达成了这么一个人民调解协议 对不对 在调解协议中就约定了 只要十天之内还钱 就不要十万了 还七万就可以了 外加一份手抄的法条 那么好 如果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之后 这个时候熊哥不履行 如果熊哥仍然不履行的话 钟老师是可以去起诉的 但请问 如果钟老师起诉的话 他诉的是谁 他诉的是原先的这个十万元的债权 还是调解协议中约定的七万元的债权 他只能诉谁了 他只能诉人民调解协议中约定的这个七万元的债权 因为原先十万元的这个原纠分已经被谁覆盖了 已经被人民调解协议所覆盖了 所以此时钟老师可以起诉 但诉讼的对象只能是协议本身 而并不能够直接的去指向原纠分 但还有第二条路 就是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之后 如果熊哥和钟老师都同意 他们就可以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法院一旦确认之后 就会出具司法确认的裁定书 一旦有了这个裁定书 如果之后杨雄仍然不履行的 钟老师拿着这个裁定书 就可以申请对杨雄强制执行 但执行的内容仍然是调解协议中 约定的这七万元 所以咱们就需要大家去记四个字就可以了 这四个字就叫做可诉可却 大家在以口诀当中 就能够看到可诉可却四个字 所谓可诉是指 如果针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发生了争议 是可以起诉的 但诉讼的对象只能是协议本身 而并不能够直接指向原纠分 而所谓可却是指 如果没有争议 但是想给协议上个保险 那就可以申请司法确认 那么经过确认之后的裁定书是有什么力的 是有执行力的 那好 我给你个选项 我说经过司法确认之后的人民调解协议 具有执行力 请问各位这种说法对还是错 我再说一遍 我给你个选项 我说经过司法确认之后的人民调解协议 具有执行力 这种说法对还是错 这种说法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无论有没有经过司法确认 人民调解协议本身 永远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合同 此时有执行力的是谁呀 有执行力的是法院出具的裁定书 这个公文书 因为裁定书上盖的是谁的章 他盖的是法院的公章 他才会有执行力 而人民调解协议本身 永远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合同 所以再次强调 经过司法确认之后的裁定书 是有执行力的 而人民调解协议本身 它永远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合同 所以说人民调解这块 大家记住 可诉可确 就没有其他问题了 然后请大家把书翻到第四页 我们来看第四页当中的表格 我们在表格当中 帮助大家把刚才讲的几种纠纷解决机制 都做了一个表格式的整理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各种纠纷解决机制 都有自己的优点 也有自己的缺点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说 哪一种纠纷解决机制 它永远是最佳的机制 因为当纠纷性质不同的时候 主体关系不同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选择相对的 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 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 你比如说我是近亲属 我是邻居或者同事 那可能和解和调解不伤和气 是更好的 如果我们两个都是伤势主体 那我们可能觉得仲裁比较快 那仲裁更好 如果咱们的纠纷非常复杂的 那我们觉得肯定法院是最专业的 那可能诉讼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通过刚才的讲解 大家就能够简单的了解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整个的架构 能够了解和解调解仲裁 每种纠纷解决机制 自己的一些特点 大家能够掌握到这种程度 就没有问题了 好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来看 好 我们来看第四页下方的第三 涉及到民宿法的性质和效力 这个考试的话 这已经有七八年基本不考了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干练性的问题 我们来做一个快速的理解记忆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第一块 涉及到民宿法的性质 当我们界定民宿法的性质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看分类标准 因为当分类标准不同的时候 它对应的定性结果呢 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首先来看 如果按照民宿法 在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 我们知道在法律体系的纵向坐标上 谁的位阶是最高的 谁的位阶是最高的 当然是根本法 根本法是谁 根本法它就是宪法 然后再往下走一个位阶是谁呢 那就是基本法 我们知道基本法的特点在于 它由全国人大制定命修改 所以民宿法 它当然就属于一个典型的基本法 对吗 所以按照它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分类呢 它就是基本法 此外 按照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请问民宿法 它有没有自己独立调整的社会关系啊 它是有的 它调整什么 它调整平等主体之间 因为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发生的纠纷 那么既然它是有自己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的 那它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好 所以按照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分类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它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 因为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发生的纠纷 它是一个部门法 那好 再问 如果按照它所规定的内容分类 那请问各位 民宿法它规定什么样的内容呢 它规定的当然是程序性的内容了 所以按照它所规定的内容分类 它是什么法呢 它当然就是程序法了 那么重点来给我看第四 初学的小伙伴就会有点晕了 那我问你 民宿法它是公法还是司法呀 嗯 宝贝们 它是公法还是司法 有同学觉得 民事头嘛 它是民事诉讼法 有了名字的话 它觉得它就是司法 那我想告诉大家错了 我们三大诉讼法 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行政诉讼 三大诉讼法 它都属于公法 请问为什么 因为杨雄跟徐金贵都是男的 他们都是公的 是吗 所以是公法吗 并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 一旦涉及到诉讼法 就是运用国家的审判权 这种公权力 来进行公立救急的机制 所以我不管你是民事诉讼 行事诉讼 还是行政诉讼 都是运用国家审判权 这种公权力 来进行公立救急的机制 所以三大诉讼法 它都是电信的 公法 听明白这个结论了吧 同志们 好了来 小可爱们抬头 我们来一块顺一下 按照民俗法 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它属于 基本法 按照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它是一个独立的 部门法 按照它所规定的内容 它是程序法 按照公法 跟司法的划分 它是公法 好 所以这个点非常简单 大家做一个快速记忆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接着往下来看 第四页下方的第二 涉及到民俗法的效力 那么民俗法的效力呢 它解决的是 它能够对什么样的人发生效力 它可以对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效力 它在多大的空间当中发生效力 所以咱们先来看对人效力 对人效力解决的就是 对什么样的人可以用民俗法 就我不管是谁 只要你在中国境内解决民事纠纷 那就只能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 你就说我不管你是自然人 法人 还是其他组织 我不管你是中国人 外国人 还是无国节 只要你在我中国的地盘上 选择用诉讼这种方法 来解决民事纠纷 那你就只能用中国的诉讼法 那请问 我能不能说好 我在这个中国的法院 我通过诉讼的方法 解决民事纠纷 我想约定用 美国的联邦诉讼规则 行不行 那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中国的地盘 你试想 如果在我自己的国土上 去用其他国家的公立救济机制 这就意味着司法主权的沦丧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无论是谁 你只要选择在中国境内 用诉讼这种方法来解决民事纠纷 那你就只能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 你能不能约定用其他国家的诉讼规则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请注意 这块的前提条件 是我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是谁 我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是诉讼 如果说我不是用诉讼 比如说我想用仲裁 仲裁的话是一种国际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那如果我想约定用其他国家的仲裁规则 你比如说荷兰 荷兰不是荷兰 好 大家知道荷兰的仲裁规则是非常有名的 那我想选择用荷兰的仲裁规则可不可以 那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仲裁它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究极 所以它不涉及到司法主权的问题 当神是有选择权的 所以这块就请注意 如果你选择在中国境内 用诉讼这种方法来解决民事纠纷 那只能用中国的诉讼法 但如果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机制 那受不受规则国别的限制了 那就不受了 所以说这块的话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来看第五页商方的第二 涉及到民事诉讼它的一个对视效力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什么叫做对视效力 对视效力说的就是 哪些事情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的 那咱们反复强调了 民事诉讼它解决的就是平等主体之间 因为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发生的纠纷 所以咱们刚才讲了 诉讼的适用范围是大于仲裁的 因为民商是仲裁 它只能解决财产权益争议 而诉讼 它不仅可以解决财产权益争议 还可以解决人身和身份关系纠纷 所以这块大家理解就没问题了 此外时间和空间效率这块 大家都不用做过多的掌握 这块你不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到这为止 我们就完成了比较简单的第一讲 所以第一讲当中大家不用去死尽硬背 你只要能够进行相应的理解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带着大家做第一讲当中的小串讲 好 请各位抬头来看 好 首先我们讲的一个概念叫做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作为典型的功利救急 它是一个典型的等要三角形的结构 法院居中裁判 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进行两造对抗 所以诉讼它既可以解决财产权益争议 也可以解决人身和身份关系纠纷 那么要想构成诉讼行为呢 那么一方主体是法院 而另一方主体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如果是法院的内部行为或者单方行为 它是不会构成诉讼行为的 那么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和解 调解 仲裁跟诉讼 那么诉讼是典型的功利救急 不告不理 它最严格 最规范 并且裁判结果失受执行力保护的 而且它的适用范围最广 它既可以解决财产权益争议 也可以解决人身或身份关系纠纷 而民商事仲裁是典型的社会救急 它入口自治 出口强制 要想起到仲裁 要先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 并且选哪个仲裁委由谁做仲裁员 当事人是有选择权的 但仲裁的适用范围比较小 它只能解决财产权益争议 而人身或身份关系纠纷 是不能够进行仲裁的 并且仲裁于诉讼 或财或审相互排斥 并且仲裁是一财中局的 而劳动纠纷有两大特点 第一 劳动仲裁是不需要达成仲裁协议的 第二 要想提起劳动诉讼 必须先申请劳动仲裁 我们采用的是先仲裁 才能够后诉讼的模式 之后我们讲了人民调节 人民调节协议本身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合同 我们让大家记得四个字 叫做可诉可却 所谓可诉是指 如果针对协议的语行发生的纠纷 我们可以起诉 但诉讼的对象只能是协议本身 而并不能直接指向原纠纷 如果没有争议 我想给协议上个保险 那么双方可以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一旦确认就会出具裁定书 那么这个裁定书 它是有执行力的 这叫做人民调节 可诉可却 此外我们讲了民宿法的性质 按照民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它是基本法 按照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它是独立的部门法 按照它所规定的内容 它是程序法 按照公法和司法的划分 它是公法 那么无论是谁 只要选择在中国境内 用诉讼的方法解决民事纠纷 就只能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 而其他的纠纷解决机制 是不受规则国别的限制的 所以说就结合小串讲的内容 我们在课上 直接就把第一讲的内容 一网打尽了 此外我们在每一讲的最后 都有一个文字版的串讲小课堂 还有一个课后念一练的模拟练习题 大家也可以在课后呢 茶漏不缺 融会贯通 好 所以宝贝们 第一讲我们就到此为止 大家只要掌握这些内容 就没有任何遗漏了 那么请各位把书翻到第七页 翻到第七页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讲 好 我们来看第二讲 第二讲呢 涉及到民宿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那么这块呢 是每年客观题当中的必考考点 好 我们客观题的话 每年肯定是要考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 所以请大家先来看一下第七页 整个的一个思维导图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构 我们在民宿法当中呢 一共规定了七项基本原则和四项基本制度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基本原则包括 平等原则 同等和对等原则 辩论原则 处分原则 诉讼诚性 检查监督和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 但要特别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法院调解呢 因为内容比较多 而且通常每年是会单考一道的 所以我们在后面有专门的一讲 去跟大家讲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 所以说在这一讲当中 我们只跟大家讲前六项基本原则 我们会在后面的第七讲 专章去讲解法院调解 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多 而且它的分值基本每年是固定要考一道题的 然后此外四项基本制度 分别是合议 回避 两审终审和公开审判 所以这一讲当中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六项基本原则和四项基本制度 好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七页的考点提示当中 也用表格的方法对相关的考点做的提示 大家在完成这一讲的学习之后呢 也可以回到考点提示当中 再来做一个整理 然后来看在第七页最下方呢 是我们今年新增的板块 叫做学习方法提示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先看看方法提示 然后把这个方法带入到课程的内容当中 当然我讲的过程也是按这个方法去讲的 所以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准确记忆相关的规则 这属于客观题当中的送分题 也属于大家必得分的内容 好 那么就请大家把书翻到第八页 我们先来看第一块 涉及到民宿法的基本原则 我们知道基本原则在整个法律当中 是扮演着灵魂性的指引的 好 它是最上位的一个灵魂性的方向指引 也就是说在整个立法的过程当中 在诉讼程序进行的过程当中 都是要完全遵守 民宿法基本原则的要求 和它的相关原理的 所以咱们先看第一项原则 叫做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 我们又简称平等原则 所谓平等原则是指 法院居中裁判 他平等的对待双方当事人 好 我们对双方当事人是要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的 您比如说我们后面会讲 如果当事人起诉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法院是不能够示名的 你想想为什么 原告起诉之后 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 但被告没发现 那如果法院跟被告说 嘿 可爱的小被告 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 你赶快抗辩了 这就意味着法院在帮着被告 打原告 那他就背离了自己中立的第三方地位 那他可能就会违反什么原则 他就会违反平等原则 你必须再比如说 在庭审的过程中 法官发现 被告和自己是同一个钢琴家的粉丝 就觉得对被告特别有好感 所以在法庭辩论的时候 就让被告多辩论十分钟 行不行 是不行的 这也会违反什么原则 他也会违反平等原则 所以平等原则 对法院的要求就是 法院是居中的 是中立的 是被动的 他对待双方当时一视同仁 我不管你好看不好看 你长得像不像刘凤科 我都要对你一视同仁 此外再接着来看 我们平等原则 并不要求原告和被告的权利义务 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 原告和被告的权利义务是相同的 有的时候是不同的 相对应的 它同样是符合平等原则的 我们举例来看 哪些情况之下 原告和被告的权利义务是相同的 比如说 他们都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都有权申请回避 都有权进行法庭辩论 都有权提出上诉 这是原告和被告 他们相同的权利 这当然体现的是平等原则 而有的时候不同 它相对应 比如说原告有权起诉 那被告就有权因素答辩 原告可以提本诉 被告就可以提反诉 原告起诉的时候 可以选择管辖的法院 被告就可以提管辖权一意 所以这个时候 原告和被告的权利义务 虽然不相同 但他们是相对应的 那它同样是符合什么原则的 它同样是符合平等原则的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平等原则并不要求原告和被告的权利义务完全相同 有时相同 有时不同 但相对应 这都是符合平等原则的 所以说第一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接着来看第八页下方的第二 涉及到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 大家可以在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后面写上涉外两个字 来提醒自己 什么意思 这其实是一项涉外性质的原则 它比较的是中外当事人之间的涉外对比的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同等原则 同等原则是指原则上中外当事人一视同仁 什么叫一视同仁 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诉讼的 它原则上享有与中国当事人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我中国公民能委托代理人 你外国公民也行 这叫做同等原则 原则上中外当事人一视同仁 而什么叫对等原则呢 对等原则是一项报复性的原则 说白了 就是你欺负我 我就报复你 如果你外国法院限制了我中国公民 在你们国家进行诉讼时候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作为报复 我也会限制你们国家的公民 在我中国进行诉讼时候的权利和义务 所以说同等是常态 对等是报复 原则上中外当事人一视同仁 但如果你欺负我 我就报复你 所以同等原则是指 你怎样 我原则上一视同仁 而对等原则是指 你欺负我 我就报复你 所以说同等和对等原则 它比较的是中外当事人之间 设外对比的关系 那么这块只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 就是大家会把同等和对等原则 于刚刚讲过的平等原则发生混淆 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个区分的方法 这个方法很简单 你就记住 平等原则 它比较的是诉讼内部 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关系 而同等和对等原则 它比较的是中外当事人之间的 设外对比的关系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我说原被告双方均有权诉讼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诉讼 这体现的是什么原则 它体现的是平等原则 那好 我说加拿大人假 在中国诉讼的时候 也可以像中国公民那样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诉讼 这比较的是谁 它比较的是中外当事人之间 设外对比的关系 那它体现的就是什么原则 它就是同等原则了 所以就记住 如果我说原被告双方均有权干什么事 它体现的是平等原则 如果我说外国人在中国诉讼 也可以干什么事 那体现的就是同等原则 听明白这个意思吧 同志们 你就记住 如果它比较的是诉讼内部 原被告之间的关系 那它体现的是平等原则 如果它比较的是中外当事人之间 设外对比的关系 它体现的是同等或对等原则 原被告双方均有权申请回避 这体现的是平等原则 日本人假在中国诉讼 也可以像中国公民那样申请回避 这体现的是同等原则 听明白这个方法吧 同志们 这块就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 大家一网打尽就可以 此外我们旁边也配有音频的二维码 所以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我基本上都配了音频的二维码 大家扫一扫就能够听到我的魔音 好 好了 我们接着来看第九页的第三项原则 叫做辩论原则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真理越辩越明 什么意思 我们这些辩论原则 它首先保障了当时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 而且它也能够帮助法官形成自己的新政 也就是说在辩论的过程当中 双方激烈对抗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这个时候法官就能够逐渐的明白 事实它应当是怎样的 所以你想想只有谁才享有辩论权 当然只有当事人 想想为什么只有当事人才享有辩论权 因为只有当事人才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所以说只有当事人他才享有辩论权 那有同学就问了 说老师不对 今天我请了一个叫杨熊的大咖律师 那么在庭审的过程中 就是杨某在不拉不拉的辩论 那你要明白 虽然杨某的嘴在不拉不拉的辩论 但他是以谁的名义进行的 他是以你这个当事的名义进行的 而且最终的结果是归属于谁的 是归属于被代理的当事人的 所以只有当事人才享有辩论权 因为只有当事人才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那么请注意来看第一 辩论原则呢 它是贯穿于诉讼程序的全过程的 但是在飞送程序和执行程序当中啊 是不适用辩论的 想想为什么在飞送程序和执行程序中 是不是用辩论的 因为辩论的前提是有争议 我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 那我们知道 在飞送程序当中压根就没有争议 你没争议的话 你用不用辩论 你不用 而执行程序的功能 它不是为了解决纠 它只是为了实现实体权利 所以我们在飞送程序和执行程序当中 它都是不需要辩论的 好 你比如说如果我说 我说这个刘凤科的皮肤啊 白白嫩嫩很光滑 大家知道刘某虽然长起来 长得比较搞笑 但刘某作为四川人 他确实皮肤很好 他那个脸跟手都跟小白猪一样 所以如果我说刘老师的皮肤白白嫩嫩 这个没争议 大家会不会争辩 他不会争辩 但如果我说 我说刘安琪的皮肤啊 特别光滑像豆腐一般 那大家肯定就要争辩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有争议 虽然你要明白辩论的前提是有争议 我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 所以在辩论的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经常看到的 开庭审理阶段的口头辩论之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辩论 我们还可以书面辩论 所以再次强调 我们辩论的方法 除了口头辩论之外 还包括书面辩论 你比如说被告提交答辩状 当被告提交答辩状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在怎么辩论呢 同志们 它就是在书面辩论 所以说我们可以口头辩论 也可以书面辩论 我们可以对事实问题 证据问题 法律问题 程序问题 我们都是可以进行辩论的 那么注意来看第五 第五计划叫错 辩论权 对审判权的约束 我们来看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 那它才能够进行辩论 也就是说 只有当当事人主张和辩论的对象 才能够成为法院裁判的对象 如果对于当事人 没有主张的事实 法院能不能作为裁判对象 那是不能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看 什么叫做违反了辩论原则 好 说这个假起诉乙 好 那么假为什么起诉乙呢 那么假起诉乙啊 说因为乙呢 把它开车呢 把它撞倒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哈 现在假起诉乙 他说乙呢 开车把它撞倒了 你说我没有撞它 是他自己摔倒的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哪个要件是真伪不明的 就是乙究竟有没有撞假 乙有没有撞假呢 用按照民法的构成要件 这叫做有没有侵权行为 这个要件的证明责任 是在原告假的身上 也就是说 假得证明乙撞了他 但现在假无法提供证据来证明 这个时候法官就无法形成新证 什么叫无法形成新证 就是法官他搞不清 究竟有没有这个撞击的行为 如果没有撞击的行为 或者说他搞不清 那么因为这个要件的证明 则也在原告的身上 当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撞了他的时候 原告有可能就要干嘛了 他可能就要败诉了 但这个法官他不走寻常路 这个法官他在裁判文书中怎么写呢 他说对于乙有没有撞到假 这个事实是真伪不明的 就是搞不清楚 但是法官非常贴心的认为 乙在刹车的时候 所发出的非常尖锐的声音 他一定吓到了假 所以最终判决乙呢 是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的 来看看这位伟大的法官 他是什么样的裁判思路 他说撞没撞到不知道 但我是小甜心 我非常贴心的知道 他一定吓到了原告 请问此时原被告双方辩论的对象是什么 他们辩论的对象是有没有撞到 而他们从来没有主张过有没有吓到 所以法院将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主张的事实 没有辩论的事实 直接作为了定案依据 那他就违反了什么原则 他就违反了辩论原则 人家现在PK的是有没有撞到 你法院裁判的依据是有没有吓到 这就叫做将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 没有辩论的事实 直接作为了定案依据 他当然就违反了什么原则 他就违反了辩论原则 所以说这块的话 大家能够理解就可以了 咱们先把辩论原则放在这 那么接着来看第九页下方的第四 涉及到处分原则 那么处分原则呢 其实是民宿当中啊 最有特色的一项基本原则了 他对应的是谁呢 他对应的是你们民法当中 钟老师会讲的 一丝自制 也就是说在民宿纠纷中啊 本身当时的处分权呢 就是比较灵活的 所以说他借块的特点呢 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借块来看一下 什么叫处分原则 首先只有谁才有处分权呢 当然还是只有当事人 为什么只有当事人 还是因为只有当事一面案件的处理结果 是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 所以在整个程序运行的过程当中 当事人都是可以处分自己的权利的 比如说 我要不要申请回避呢 我要不要委托代理人呢 我要不要撤诉呢 我要不要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都是可以进行处分的 所以来看第九页下方的第三 我们在行刑处分权的时候 我们既可能处分实体性的权利 也可能处分程序性的权利 我们来看看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处分程序性的权利 比如说 我要不要申请回避 我要不要提出管辖权疑 我要不要委托诉讼代理人 这个时候你处分的是一些程序性的权利 还什么叫做实体性的权利 你比如说 我作为被告 我直接承认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或者我直接承认了他主张的某项事实 那可能就会导致我败诉 那么这个时候我处分的就是我的实体权利 你再比如说我是原告 我说了我只要本金 我放弃利息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处分的也是实体性的权利 所以说我们在处分的过程中 我们既可以处分程序性的权利 也可以处分实体性的权利 这都是当事人自个儿说了算的 那么再接着来看第十页上方的第四 涉及到处分权的行使方式 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是明示处分的 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 可能会出现漠视的处分 我们后面会讲到很多的漠视处分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法条当中规定 对于某个事实 如果当事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并且经过反复询问和说明之后 仍然装死不置可否 那么此时就视为承认 比如说今天贾是被告 我问贾 某年某日某日 你是不是砸了贾的车 你是不是去过地库 这个时候贾说我没印象了 那么法官反复询问之后 他仍然表示没印象 记不清不晓得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就可能构成一个漠视的自认 那他可能就会构成一个漠视的处分 那我就视为他干嘛了 我就视为他承认了 你再比如说我们后面还会讲 原告起诉的时候 其实诉导了一个错的法院 但是被告他没有提管辖权益 他还硬速答辩 那此时就可能视为他已经漠视 放弃了提出管辖权益的机会 他可能就认可了这个法院 那么此时就会构成 咱们后面会讲的应速管辖 那就会使得一个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 被视为是有管辖权的法院 因为当时他做了一个漠视的处分 所以说我们后面会讲到很多的规则 这块你不用着急 你至少现在知道 我们处分有明示处分 也有漠视处分就可以了 好 然后重点来看第五 叫做处分权的相对性跟有限性 那么这块我想提示各位的就是 其实处分权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处分 你想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 想处分什么就处分什么 那是不行的 你只能依法处分 你只能诚信处分 你比如说你不能滥用诉讼权利 好 你比如说我故意这个 这个逾期举证 我故意的话这个申请回避 当你滥用诉讼权利的时候 你就违反了处分原则的要求 因为你只能怎么处分 你只能依法处分 诚信处分 你再比如说 我们今年在客观题当中 在2021年的客观题当中 我们考过这么一道题 好 说这个时候呢 这个甲呢 还是甲去起诉乙 好 那么甲起诉乙呢 要求乙还钱 他让乙还多少钱呢 他让乙还两万块钱 但是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发现 其实乙欠了甲多少钱 他欠了二十万 所以法院就告诉甲了 他欠了二十万都到期了 干嘛不诉二十万呢 假如说我觉得乙 他不是个好东西 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瞧瞧 我每次就只诉两万 我要诉他十次 这叫啥 这就叫做人为 故意拆分诉讼请求 你这是一种典型的 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 所以你这还是不是一种 合法的处分了 你不是了 你是在滥用自己的处分权 那么此时可能就会产生 对你不利的后果了 所以说我们想告诉各位的就是 你只能依法处分 你只能诚信处分 那么来看这块一个比较核心的考点 大家可以对着解题技巧来看 这是我们如何区分 刚刚讲完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呢 这块我们先来讲技巧跟方法 我们再来举例子 你就记住 处分原则呢 它对应的是诉讼请求范围的问题 所以一旦出现超判或者漏判的情况 那么它当然就会违反处分原则 我们来举例看什么叫做超判漏判 好 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返还本金 法院不仅判了本金 他还多判了利息 这就是典型的超判 你再比如说原告起诉被告民意权侵权 要求被告删帖 并且要公开赔礼道歉 而法院呢 他只判了删帖 而对于道歉的主张压根就没有回应 这叫做漏判 不过不管你是超判还是漏判 他都是对诉讼请求的范围发生了关系 所以此时他都会违反什么原则 他都会违反处分原则 那来看辩论原则呢 辩论原则呢 它对应的是事实和证据问题 什么该治证不治证 将未经治证的证据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他违反的就是辩论原则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人家争议的对象是有没有撞人 而法院裁判的依据是有没有吓人 这就将当时没有主张的事实 未经治证就直接作为的定案依据 那他违反了什么原则 他违反了辩论原则 所以这况你就给我记住 处分原则 他对应的是诉讼请求范围的问题 一旦出现超判或者漏判的情况 他违反的是处分原则 而辩论原则呢 对应的是事实和证据问题 该治证不治证 将未经治证的证据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那他违反的就是辩论原则 我们再举些例来看 好 我们刚才讲了原告起诉被告 要求被告支付本金 法院不仅判了本金 还判了利息 这违反的是处分原则 那我再辩 假起诉已离婚 假只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但法院在判的时候 他不仅判了婚姻关系 还把财产分割和子女扶养 也一并做出了裁判 这是一个典型的超判 人家只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法院不仅判了婚姻 还多判了财产和子女 首先他超判 他必然违反了什么原则 他违反了处分原则 此外 我要不要离婚 与如何分割财产和子女 他背后所依据的事实是不一样的 要不要离婚 我看的是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但如何分割财产和子女 那是会涉及到新的事实和证据的 而对于这些事实和证据 我压根就没有机会进行主张 所以此时他不仅违反了处分原则 他还违反了什么原则 他还违反了辩论原则 所以这块的话 就请大家死死的记住 我刚才讲的方法 如果他只涉及到诉讼请求范围的问题 超判漏判 那么他违反的是处分原则 如果他只涉及到事实和证据问题 该治证不治证 将未经治证的证据 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那他违反的是辩论原则 但如果他既涉及到诉讼请求的范围 又涉及到事实和证据 那就既违反处分原则 也违反辩论原则了 大家就按照这个分类的方法去记 处分原则 对应诉讼请求范围 辩论原则 对应事实和证据问题 该治证不治证 将未经治证的证据 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他违反的是辩论原则 超判漏判 他违反的是处分原则 大家只要把这个点记轻 那么这块就所向披靡了 好 然后来看一个原理性的问题 请大家看一下 二维码左边原理提炼当中的内容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在最初的时候 讲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理 大家这个原理不需要去背 但大家是要去做一个理解的 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 民事诉讼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贯穿了一条主线 它贯穿的这个主线是什么呢 它贯穿的主线 就是当事人的处分权 和法院的审判权 说白了 我们在整个民事诉讼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围绕的就是两个主体的一对关系 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两个主体的一对关系 这两个主体呢 就是法院和谁呢 法院和当事人 而这一对关系呢 就是法院的审判权和当事人的处分权 我们在整个诉讼程序运行的过程中 它围绕的就是这两个主体之间的一对关系 那么请问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双向制约 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双向制约呢 首先当事人的处分权是能够制约法院的审判权的 为什么 首先不告不理 如果我原告不起诉的话 你审判权有没有发挥功能的舞台 你没有 第二 我诉什么你审什么 你不能超判也不能漏判 所以此时诉讼请求的范围 就直接划定了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 所以说这个时候当事人的这个处分权 是能够限制法院审判权的运行的 但反过来呢 审判权还能够制约当事人的处分权 因为你当事人只能怎么处分 你只能依法处分诚信处分 如果你滥用诉讼权利 我法院能不能对你进行相应的规制 我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说白了 在整个民事诉讼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贯穿的就是这两个主体的这一对关系 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的处分权 他们的相伴相随相互制约 所以说这块大家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因为你在后面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 其实在各种制度当中 无非就是当事人的处分权 跟法院的审判权在进行相互PK 他们二者是双向制约的 这块注意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做到题来练一下吧 我们请各位来看一下第十页 真题回放当中 18年的这道真题 初学的小伙伴看到18年的真题 会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发现题干特别长 但其实我告诉各位 在法考改革之后 题干越长的题目往往简单 而题干短的题目呢 它往往是暗藏杀机的 所以咱们来看看 我们要学会破题 你看明白它哪有问题 一旦破题的话 其实答案选起来是特别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题干 说假公司跟乙公司呢 在16年10月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 那么假公司呢 就把房子呢租给乙公司使用 那么在合同中 双方约定呢 租赁期限从16年10月30号 到26年10月29号 那么每个月的租金呢 是11.8万元 那么给予免租的这个装修期是五个月 如果逾期支付租金呢 按照日租金 这个千分之五来支付月金 如果逾期支付超过一个月 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了 那么还要付一个月的租金 还作为违约金 那么在合同签例之后呢 以公司从17年7月开始 就不支付租金了 那么假公司多次催讨无果 就把他诉到了法院 来看 假公司起诉的时候 只要求干嘛 他只要求被告支付房屋的租金 70.8万元 但法院判的时候 他不仅判了租金 还判了逾期的利息 还判了解除双方的合同 这叫做典型的 要一判三 什么叫要一判三啊 人家只提出了一项请求 就是要求被告支付脱欠的租金 而法院判了三项 租金 解除合同 以及利息 所以由此可知 这是一个典型的超判 那么一旦想到超判 立马想到他违反了什么原则 他当然违反的就是 处分原则 所以答案直接就蹦出来了 那么来看写项A 说啊 这叫做实事求是 全面保护合法权利行不行 那是不行的 法院是不能给予当事人那 父爱一般的关怀 好 我们说啥叫父爱主义啊 就你觉得他是我的孩子 好 我都是为了他好 好 我不管他要啥 我要给他最好的 那不行 我们刚讲过 处分权跟审判权双向制约 所以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 是由谁划定的 是由当事人的处分权划定的 我诉什么 你审什么 不告不理 我没要的东西 你能不能审 你能不能判 那是绝对不能的 所以此时选项A的说法是错的 那么来看B呢 他超判 他当然违反了处分原则 所以B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么来看C 这块虽然还没有讲 但你想也想到 他是不是涉及到违反公开审判 他没有 比如说该公开不公开 那才叫做违反公开审判 所以计划C是一个典型的干扰选项 是用来凑数的 他压根跟题目没关系 而两审中审 我们后面会讲两审中审 如果出现他不允许当神上诉 他剥夺当神的上诉权 那他才会违反两审中审的基本制度 但本题当中涉不涉及到上诉权的问题 他也是不涉及的 所以这道题很简单 典型的超判 他仅仅违反处分原则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答案就是第二个选项B 正确的答案就是第二个选项B 好 所以看看虽然题杆很长 但答案选起来的话其实并不复杂 好 大家掌握到这种程度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么接着来看第五项原则 叫做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 我们是在一二年修法的时候啊 我们增加了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 所以其实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非常简单 你就记住一个知识点 这是所有参与到诉讼中的主体啊 他都是要遵守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的 我不管你是法院检察院 当事人还是其他诉讼参与人 我不管你是公权力主体还是私主体 你只要参与到民事诉讼中来 你都要遵守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 法院要依法刑事审判权 好 你不能滥用审判权 当事人要如实陈述 要依法处分 证人要如实作证 鉴定人要客观鉴定 翻译人员要正确翻译 律师要依法行使代理权 所以说所有参与到诉讼中的主体 无论是法院 检察院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他都是要遵守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的啊 所以说这块的话 在这个阶段 我只要求你给我掌握这一个点就可以了 其他地方都不用管 那我告诉各位 我们为什么在一二年修法的时候 增加了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 这就主要是为了打击实践当中 虚假诉讼跟恶意诉讼频发的情况 你比如说我们在司法实践中 现在虚假诉讼非常多 你比如说原先最传统的老套的方式 那就是为了干嘛 就是为了逃避债务 好 你比如说 假是倚的债权人 那么假对倚的债权是真实的 那倚为了能够逃避债务呢 倚跟饼呢 就虚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好就假装说啊 这个倚欠了饼的钱 然后饼就去起诉仪 然后饼跟饼就手拉手去诉讼 饼主张什么 饼就认什么 最终饼就胜了 饼就胜了 饼就败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帮助饼去转移财产 从而逃避对假的债务 这就叫做虚假诉讼 恶意诉讼 来逃避自己的债务 这是原先实践当中 比较常见的情况 而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在离婚领域 我们原先在离婚诉讼中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好 说假跟饼啊 两个人是夫妻 好 然后两个人呢 共同创业 好 最终呢 发财了 发财了之后呢 饼呢 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 好 然后他就认识了一个 比自己小20岁的姑娘饼 饼跟饼两个人呢 就觉得相见恨晚 坠入红尘 那么蚁呢 就想取饼 好 蚁是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 好 他觉得他应该让饼上位 那蚁是不是得跟假离婚呢 他要跟假离婚的话 我们知道正常情况 如果没有婚前协议的话 那么共有财产是要平均分割的 但是蚁呢 他不想让假分走太多的钱 说白了 他想以比较低的成本 来实现换老婆的伟大梦想 所以这个时候蚁呢 就跟他的好哥们丁 两个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 说这个已欠了丁的钱 然后之后 是不是就把夫妻共有财产 剥离了一部分 剥离走了 剥离走了之后 以再去给假离婚 那么这个时候 可供分割的共有财产 是不是就变少了 所以他还是假借诉讼 来转移财产 此外呢 还有就是在知产权领域 我们在知产领域 经常会出现为了出名 而进行碰瓷的诉讼 听比如说哈 说今天 这个熊哥 他开了一家公司 叫做杨小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熊哥生产什么呢 熊哥呢 他生产螺蛇粉 但是他这个螺蛇粉卖不出去 因为没人知道 杨小坏这个公司 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呢 他也没钱去打广告 那么于是 熊哥就以他的公司 作为原告 起诉好欢罗 他说好欢罗 剥离了我的祖传秘方 其实有没有侵权行为 没有 杨熊家哪有什么祖传秘方啊 他密个毛线呢 所以这个时候 他纯粹就是为了碰瓷 因为一旦杨小坏公司 他起诉了好欢罗 那么大家是不是 就会看到新闻 看到新闻之后 抱着猎奇的心理 就想去尝尝 这杨小坏的螺蛇粉 究竟是什么味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是假借诉讼 来为了让自己出名 这些行为 他都会违反什么原则 他都会违反 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 好 所以说这块的话 你只要能够明白 我们所有参与到 诉讼中的主体 无论是法院 检察院 当事人 还是其他诉讼参与人 他都是要遵守 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的 掌握到这种程度 就没有其他的考点 好 所以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11页上方 真体回放当中 14年卷3的第37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37题 说根据民俗法规定的 诚信原则的基本精神 下列哪一选项 是符合诚信原则的 先来看A 当事人以欺骗的方法 形成不正当的诉讼状态 这是我们刚讲过的 虚假恶意诉讼 它当然是不符合 诉讼诚信原则的 那么来看B 证人故意提供 虚假的证言 故意两个字 这叫做证人 故意做伪证 他当然是违反诉讼 诚信的基本原则的 那么来看C 法院根据案件审理的情况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不予采信可不可以 那当然是可以的 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究竟最终能不能被采信 也就是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是由法院来进行综合判断的 如果我觉得你不符合条件 我当然是可以不采信的 这是属于合法行使审判权的范畴 所以C当中的做法 是完全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的 来看D 法院被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任意进行取舍或否定 告诉错在哪两个字上 错在任意两个字上 我们刚讲过 证据可以取舍 但只能依法取舍 你能不能任意取舍 那当然是不能的 所以D的说法是错的 因此这道题 证据的答案就只有C 证据的答案只有C 所以这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好 那咱们接着来看 十页的第六项基本原则 涉及到民事检查监督原则 我们在宪法当中会讲 检查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所以检查机关是能够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和民事执行权来进行监督的 但这块我要提示各位的就是 我们这块的检查监督 它是一种公权制约型的监督 什么叫做公权制约型的监督 就是他监督的对象他只能是谁 他只能是法院 而且他监督的只能是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 他能不能监督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呢 那是不能的 他只能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 他只能监督法院 他监督的是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 他不是不能够监督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 而检查院他能不能监督仲裁委啊 他也是不能的 所以检查监督的对象只能是法院 他监督的是法院在刑事审判权和执行权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 所以他既可以监督生效的裁判文书 也可以监督审判人员的违法的行为 所以监督文书和监督行为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块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检查院既然要监督 他监督的手段是什么呢 我们一共啊规定了两种手段 一种手段呢就是抗诉 而第二种手段呢就是检查建议 所以咱们来看看这两种手段 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好我们先看第一种手段叫做抗诉 我们知道抗诉的特点在于 检查院一旦提出了合法的抗诉 法院就应当启动再审 所以一个合法的抗诉是必然启动再审的 所以抗诉的效力是非常猛的 虽然抗诉的效力猛 但它的程序是非常麻烦的 我们的口诀叫做上抗下 那么究竟什么叫做上抗下呢 大家可以直接来看第十二页上方的图 我们来看看第十二页上方的图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上抗下 上抗下是指上提一级同级抗 但其实抗的是下一级法院的生肖裁判 我们来一块看一下十二页的这个图 我们来看 如果今天北京市一中院做出的一个生肖裁判 那么与他同级的检察院是谁 是北京市一分检 那么请问一分检作为同级检察院 他能不能抗诉 他是不能的 他要想抗诉呢 要报请上一级检察机关 也就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向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同级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你都说现在谁是接受抗诉的法院呢 是高院 但他抗的是谁 他抗的是下一级法院中院的裁判 这就叫做上提一级同级抗 但其实抗的是下一级法院的生肖裁判 我们简称上抗下 那么同理再看 如果说今天北京市高院做出了一个生肖裁判 那与他同级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能不能抗诉 他不能抗 他要想抗 要报请谁 要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这个时候谁是接受抗诉的法院 是最高法 但他抗的是下一级法院高院的生肖裁判 这就是典型的上提一级同级抗 但其实抗的是下一级法院的生肖裁判 但这块唯有一种例外 唯一的例外就是 如果现在是最高法做出的生肖裁判 那就只能由最高减同级抗了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没有上提一级的空间了 他就没有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除了最高法的生肖裁判 是由最高减同级抗之外 剩下的情况都是上抗下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模式 如果说今天深圳市中院做出了生肖裁判 与他同级的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是不能够抗诉 他要想抗诉 要报警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高院提出抗诉 那么现在谁是接受抗诉的法院 是广东省高院 但他抗的是下一级法院中院的生肖裁判 如果说今天江苏省高院做出了生肖裁判 与他同级的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是不能直接抗诉的 他要报警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那么此时接受抗诉的法院是最高法 但他抗的是下一级法院高院的生肖裁判 所以我们后面讲到再审的时候 还会再讲到这个知识点 所以作为第一次接触 大家就给我记住 除了最高法的生肖裁判 是由最高减同级抗之外 剩余的情况 原则上都是上提一级同级抗 但抗的是下一级法院的生肖裁判 这叫做原则上上抗下 所以抗诉虽然手续比较繁琐 但抗诉的效率比较猛 一个合法的抗诉是应当启动再审的 这块没有问题吧 小可爱们 那么接着来看检查建议 我们来看第十二页 上方括二当中的检查建议 我们知道检查建议 它是一种同级监督 而且它是一种柔性化的监督 什么意思 它的优点在于 它的这个程序比较简单 它就是发生在同级检察院 对同级法院之间 所以这个时候 它可以直接提检查建议 但它要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去干嘛呢 去备案就可以了 它知道其实备案的话 它就是一个报备的手续 它很简单 所以在程序上它很快 但它的问题在于什么 它的问题就在于 检查建议是不必然启动再审的 它只不过是一个温柔的建议嘛 所以最终能不能真的启动再审是谁说了算的 是法院说了算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哈 还是拿北京市医中院为例 北京市医中院 它做出生肖裁判之后 北京市医分检 它虽然不能够直接抗诉 但是它可以对医中院提出一个再审检察建议 此时它只要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备案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程序是比较简单的 但它的问题就在于 它的效率是比较弱的 它呢不必然启动再审 最终能不能真的启动再审 决定权是在谁的手里的 是在法院的手里的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就先带大家了解的这两种监督的手段 分别是上抗下的抗诉 和作为同级监督的检察建议 抗诉呢原则上是上抗下的 手续麻烦 但一个合法的抗诉是应当启动再审的 而检察建议同级监督 手续简单 它只要向上一季男院去备案就可以了 但它的效率比较弱 最终能不能真的启动再审 是谁说了算的 是法院说了算的 所以说这块 大家能够做一个常规的理解 就没有其他问题了 所以到这为止 我们就先跟大家完成了 民宿法当中的六项基本原则 分别是评论原则 同等和对等原则 辩论原则 处分原则 诉讼诚信的原则 和检察监督的原则 大家完全按照我的范围去掌握 那么基本原则部分就一网打尽了 咱们先把它放在这 那么接着来看第二部分呢 涉及到民宿法的基本制度 我们在民宿法典当中呢 一共规定了四项基本制度 分别是合议 回避 两审中审 和公开审判 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我们先看第一项基本制度 叫做公开审判 我们公开审判啊 它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司法的一个阳光和透明 大家都听过一句非常老套的法院 叫做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所以我们之所以要求公开审判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法院滥用审判权这种公权力 所以原则上我们整个审判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是公开的 我们不仅仅要求过程的公开 我们也要求最终结果的一个公开 我们不仅向当事人公开 我们也向社会公众公开 我们允许公众旁听 我们允许媒体报道 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公开 好 你比如说大家如果 平时看新闻的话会知道 我们这几年为了能够落实司法公开呢 其实有很多的手段 你比如说首先 我们很多做实务的同学会知道 我们有这个裁判文书网 好 我们在裁判文书网当中呢 所有符合公开文书的条件呢 我们在裁判文书网上都是能够查询的 而且这个网站呢 是全免费的 而且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裁判文书网 因为咱们案件最多人最多嘛 所以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裁判文书网 你再比如说 我们还知道有一个网站呢 叫做庭审直播网 有的人说老师啊 我也没有什么实务经验 我从来没见过真的庭审 你现在压根就不用去旁听 尤其疫情期间 你想旁听可能也不一定能劈下来 所以你如果想了解庭审是什么样的 你只要上这个庭审直播网 你随便听随便选 你躺着坐着 你咧着 你都能看到一个庭审整个的直播 所以说其实我们裁判文书网 做的是一个结果的公开 而我们的庭审直播呢 它做的就是一个过程的公开 你比如说前一段的时候 这个很多同学喜欢的明星 这个肖战 肖战呢 起诉了他的黑粉 然后这个案件呢 当时就是庭审直播的 然后大家知道 这个案件当中 当时庭审直播的在线观看数 超过了100万 但是我非常诧异的 其实当天肖战本人 并没有这个出庭 他是委托的诉讼代理人 好 但即使这样呢 因为有很多这个粉丝嘛 所以当时庭审直播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咱们现在什么 裁判文书网呢 庭审直播网呢 它其实体现的都是审判的公开 所以我们是以公开审判为原则 不公开审判为例外的 那么先来看 第一个注意当中的方况 我们讲所有的案件 无论是否公开审理 何一庭平议 是绝对不公开的 但宣判是一律公开的 想想为什么 何一庭平议是绝对不公开的 我们一来就讲过了 何一庭平议啊 它是一个法院的内部行为 它有没有当时的参与 它没有当时的参与 所以它有没有公开的必要性 它是没有的 所以何一庭平议的时候 它就是法院的一个内部行为 所以它是绝对不公开的 但最终的宣判 是一律要公开的 为什么 因为你宣判的时候 你说的只不过是一个结果 它不会泄露什么秘密啊 隐私 所以说所有的案件 我不管你公开审理 还是不公开审理 我们在何一庭平议的过程中 都是绝对不公开的 而宣判的时候 都是绝对公开的 那么重点来看第二 涉及到公开审判的例外 我们刚才讲过了 我们是以公开审理为原则 不公开审理为例外的 所以咱们重点来看看 哪些情况是不公开审理的 我们这块的不公开审理啊 又分为法定的绝对不公开 和医申请可以不公开 我们来看哪些情况 是法定绝对不公开的 包括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 那么这块特别好记 你就记住 对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事是啥的 是国家秘密 对个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是啥 是个人隐私 那对国对民最珍贵的事 它当然是绝对不公开的 所以涉及国家秘密 涉及个人隐私 对国对民最重要的两件事 它是绝对不公开的 但如果是离婚案件 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那是医申请可以不公开 什么叫医申请可以不公开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离婚案件 或者是一个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那么任何一方当事人 都可以向法院申请不公开 但请注意 你只有一个申请权 最终究竟公开还是不公开 是谁说的算的 是法院说的算的 所以此时你只有一个什么权 你只有一个申请权 那么最终裁量权是在谁的手里的 是在法院的手里的 那么这块请注意 我需不需要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 是不需要的 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去申请 好 我任何一方都可以去申请 但你只有一个申请权 最终究竟公开还是不公开 是谁说的算的 是法院自个儿说的算的 那么请问各位 什么叫做不公开审理 不公开审理 我仍然是要开庭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开庭方式 就分为公开开庭和不公开开庭 所以我不管我公不公开审理 我原则上都是要开庭审理的 而啥叫不公开 不公开就是我在开庭的过程当中 我只有当事人参与 我是不允许媒体报道 不允许公众旁听的 所以说这块不要把概念给我弄混了 我就算不公开 我也是要开庭的 也就是说开庭的方法 就分为公开开庭审理 和不公开开庭审理 这两种模式 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 有的时候当事人他就会到笑话 像有的当事人他傻兮兮的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公开审理 说贾哥一两个人要离婚 然后在诉讼了刚开庭的时候 贾哥就说了 法官我要申请我的离婚案件 不公开审理 那法院准许了 准许之后原告立马指着被告 听到没有 我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还不赶快给我滚出去 这法官都听傻了 然后被告特别乖 被告非常乖巧的站起来 就准备往外走了 那法官说你留步 我们这种不公开 它是不像社会恐开 而不是不像对方当事人公开 我们仍然是要开庭的 只不过在开庭的过程中 只有当事人参与 我们不允许公众旁听 我们不允许媒体报道 好 仅此而已 然后接着来看 十三页上方的第二 叫做公众的裁判文书查阅权 我们在12年修法的时候 专门增加了公众的裁判文书查阅权 这只是体现的 也是一个审判公开 它其实体现的是像谁公开呢 是像社会公开 也就是说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文书 公众是可以申请来进行查阅的 所以这块看起来法条不拉不拉的特别多 但其实大家可以直接来给我记口诀 好 我们来看 来看这个下方方框当中的一口诀 我们的口诀叫啥 叫三不能 什么叫三不能 就是卫生效不能查 调解书不能查 设密设施不能查 首先来看什么叫做卫生效不能查 就是如果你要查阅裁判文书 你只能查阅哪一类 你只能查阅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 如果是没有生效的裁判文书 你是不能查的 为什么 因为当你监督别人的时候 你监督的应当是一个终局的结果 如果人家还没有形成定论 你有没有必要进行外部监督 你是没必要的 比如说现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 当审上诉了 二审正在进行的过程中 在二审进行的过程中 公众能不能要求查阅一审的裁判文书 你是不能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形成一个生效的裁判 所以未生效是不能查的 此外调解书原则上是不能查的 那么请问各位 为什么原则上调解书不能查 因为调解是谁主导的 同志外 调解是由双方当事人主导的 而我允许公众查阅是为了监督谁的 我允许公众查阅我是为了监督法院的 所以在调解的过程中是当事人主导的 而且调解本身追求的就是保密性 所以他有没有外部监督的必要性 他是没有的 所以此时调解书原则上是不能查的 但这块有例外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如果是公益诉讼的调解书 公众是可以查阅的 那么请问各位 为什么公益诉讼的调解书 公众是可以查阅的 因为在公益诉讼调解的过程中 你处分的是谁 你处分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 那么每一个公民 是不是都是公益的一份子 所以在公益诉讼中的调解书 公众是可以查阅的 而除此之外 原则上调解书是不能查的 而第三 叫做涉密设施不能查 什么叫做涉密设施不能查呢 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 这是为了保护秘密跟隐私 那么涉密设施 他当然是不能查的 所以咱们就形成这个口诀了 三不能 卫生上不能查 调解书不能查 涉密设施不能查 但请注意 如果要申请查阅的话 必须以什么方式提出呢 必须以书面的方式提出申请 此外 我们知道现在 凡是符合条件的文书 都是应当上网的 所以一旦已经上网了 就是已经上了 咱们刚才讲的裁判文书网了 那么法院就引导当神去干嘛去 去自行查阅就可以了 你自己上网去查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我符合查阅的条件 但这个文书目前还没有上网 那法院就应当提供及时的查阅服务 这其实也是为了帮法院减轻负担 如果你说这个邻居张大妈 他退休了 每天很无聊 他每天都跑到法院去说 把你们法院符合查阅的文件 都拿来给大娘瞧一瞧 那法院可能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所以现在凡是已经上网的文书 你自个上网查去 而只有那种符合查阅条件 但还没上网的文书 我法院才会亲自给你提供查阅的服务 好 所以这块给我记住 三普能 卫生效不能查 调解书不能查 涉密涉思不能查 但是公益诉讼的调解书 公众是可以查阅的 此外申请查阅要以什么方式提出 要以书面的方式提出 就把这几个地方弄清楚 那么公开审判制度就一网打尽了 没有问题挖同学弯 通关旧选实战派 尽在瑞达教育 本课程学习服务热线 400-166-0360 4-176-0360 5-176-0360 8-176-0370